这里树木繁茂,景致而人 连同四周山联海岸,加上休闲设施 游人就好像自身在旅游度假圣地一样 其实,这里是全世界最大的污泥综合处理设施 在2015年启用的T Park园区 污水床在淨化污水时,会产生半固体的废物 是很濕又有味道的 继续将大量污泥继续在堆田区 其实有很多操作上和环保上的问题 早在20年前,我们已经开始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污泥处理设施,我想第一时间就是污泥 一定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用墳化,就会有一些有害的物质 例如二鹅鹰 所以我们是特别为了这个工程项目 我们在屯门市中心的图书馆上 加了一个空气监测的设施 现在我们证明到这个厂的运作 对周边的空气质素完全没有影响 消除市民对环境影响的忧虑之后 施工过程又是另一行挑战 我们面对很多困难的 是一个质排 我们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排污 所以整个设施是有一个海水化淡厂 也有污水出来设施 因为我们在焚烧过程中 将热能转换为一个电能 提供整个厂房自己用 多余的,我们可以输出到公众的电网那裡 足够4000家庭去使用 转费为能这个概念 我们也不想只是说给市民 我们也很想他们亲身去感受一下 在设计初期,市民反映 可否在这个设施里加一些优限的元素 所以我们有一个T-SPA 在这里 T-SPA 里面的池水就是由焚化的热力回收 来整液的水 所以市民来到可以玩 亦都可以亲身感受到 这个转费为能的好处 在T-SPA 转费不局限在能源 还包括使用很多环保物料 公务员的感觉是做些东西很传统 和好死板 我们做这个项目 就是因为可以有一个发挥 我们觉得烏尼处理设施 完全是一个不吸引的名字 我们改了一个很好的名字 T代表Transformation 转换 有转费为能和换言一身的意思 我们除了想带出转费为能这个概念 我们还想转变市民的心态和行为 令他们更加环保 更加投入绿色生活 今天 T-Park 已经成为一个环保教育的公众平台 开幕首年 已经吸引了超过八万人次参观 让他们认识环保 多想想生活上有什么可以再循环再用 我们抱着就是一直坚持不放弃 如果做到的话 受惠的其实是市民 我们收到很多赞赏 身为团队一部分 收到这些赞赏 当然很开心 再多一些推动力 让我做好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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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